快閃台灣要把握時間 又不要浪費胃口 當然要吃點好東西啦 台灣米麒麟必比登推介 即是台幣1000元以下 不包飲料就可以吃到 三款不同彩色的餐廳 一天我就決定為大家 製作台北米之田小食地圖 立即跟我看看有什麼好吃 我選中 紅間分散在台北不同角落的餐廳 心動不如行動 除了馬上買機票之外 還可以上網買台灣好食物 想買到最正宗的台灣食物 找Everest代購啦 Everest是HKTV旗下全新的海外代購平台 有超過3000位代購專員 想買護膚、美妝、零食、保健品 或者預訂海外餐廳 甚至是製造驚喜 立即向代購專員派出任務 新會員首單自取面運費 Everest見得到就幫你買光 立即下載啦 不少米之連美食都坐落在夜市裏面 但是這間老店就由早上9點開始做生意 早點過來吃都OK 最出名就是烘肉飯和艾包 下午2、3點來吃都有不少人排隊 價錢合理 人均都只是港幣30元左右 我想要一個烘肉飯還有一道 是不是最有名字是這樣的 很有名字 好的 我沒有這樣的 我們可以坐在哪裏吃 來 好 謝謝 我現在就馬上試一下這個烘肉飯 這個烘肉呢 很足夠肥 所以油香加上飯 是超級野味的 烘肉呢 是肥瘦很均勻的 當你吃肥膏的時候 吃到口很油膩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 就可以吃到 偏瘦的烘肉 解一解你這樣 那肥瘦肥瘦這樣吃呢 夾一下夾一下就吃完整碗了 而且它份量很十足 難怪它可以連續幾年 都有這個米芝蓮的推介 之後我就要試吃這個艾包 有我最喜歡的瑤西價錢 我試試看 這個艾包就沒有 雖然它有烘肉 但這個烘肉吃下去 其實是沒有剛才的油香那麼厲害 而且我覺得它放在芫荽之後 就蓋過了 那個烘肉的滷水味 這個環圖 雖然它是最有名的 但我還是覺得這個烘肉飯 出色很多 吃完野味的烘肉飯 不妨走七分鐘 直踩去吃有超過五十年歷史的菊花肉麵 據聞還要是蕭敬騰的愛點 這間店除了有不同部位的肉可以點之外 最招牌的就是這個菊花肉麵 它的湯頭還要很獨特 事不宜遲讓我馬上試一下湯頭 其實也能喝到很濃的豬肉味 但不會很酥 而且可能因為它加了薑 所以就剔了那股酥味 試一下加上麵 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 這個麵條其實跟普通的羊春麵 差不多 沒什麼分別 那就沒什麼特別 不用怕,菊花肉不是豬屁屁 是指豬利兩邊旁邊的免豬燈肉 聞到就好像菊花飯 所以吃起來很軟 嗯,不錯 有不少食客來這裡 都會叫一個單點的小食 例如像我們剛才吃的菊花肉 然後再加這個拌麵 這樣就是一餐的了 試吃完這裡之後 就馬上去下一站 Go! 好 第三站來到大同區 吃古早味美食 桶仔米糕 元朗米配上肥肉或者瘦肉 一進店就會見到這個開放式廚房 來到要先排隊點餐再入座 要一個米糕 都好肥 你可以吃那個 都好 都好 那我要一個大份的 那我可以 就是兩根的糖 兩根的糖 對對對 米糕用了圓螺米 粒粒分明還要很有咬口 不加醬都夠餡 瘦肉就會有老蛋一起上碟 個人喜歡吃肥肉多些 因為沒那麼柴 吃完小吃 又可以去下一站 說起台灣的經典食 一定不會少得牛肉麵 去完西門町行街 就可以來到附近吃這間餐廳 我今次就點了這個牛肉加常麵 它的麵全部都是手工製的 師傅的場其實會在這裡拉 是挺有口感 還有它是有些地方厚 有些地方薄 挺有咬口 好煙軟 配上它的五香湯底其實不錯 這裏除了手工麵之外 其實還有冬粉可以選擇 然後再試吃牛肉 這個牛肉也挺有咬口 而且挺紮實 但不會太柴 而且它拔得超級入味 牛肉的部分 其實有些位置是有筋 所以咬下去就不會覺得很韌 反而有些位置就是啫喱 是容易咬 一扯就看得開 到了到了 終於看到很期待的冰火湯圓 然後我前面已經是一條長長的人龍 來到臨江街夜市 我就選了吃冰火湯圓 晚上八點多已經有一堆人在排隊 純手公仔湯圓有花生和芝麻口味 Really? 剛剛我來了這個冰火湯圓 在我等位的時候 我就遇到一班來自NHU的學生 他們當中有外國人 有台灣人 Hey! Peace say hi! Hi! Do you guys like this? Yeah! 當然 謝謝 每一份冰火湯圓都是即叫即制 即長磨大大碗冰碎 加些桂花蜜再放入湯圓 不用20秒就做好一本冰火二重袖 很快送到你面前 熱的湯圓放上冰底 就令到皮更加大牙 湯圓的皮又不會過厚 餡都好足料 個人就喜歡吃沒有那麼甜的芝麻味 多一點 我打算一口冰拉一口湯圓的吃 誰知道隔壁的同學就教我 我其實應該留一些冰 待會就出去煮一些桂花的汁 這樣就可以留在冰裡 除了桂花汁之外 還可以加檸檬汁 希望不會很酸 可以了 加了檸檬汁和桂花汁之後 味道馬上升懷 極度解渴 所以是旋風式吸引 大腩大腩 看完五間米芝蓮推介小食店 你自己又最喜歡哪間呢 不妨留言告訴大家 下次去旅行記得試一下 四集台灣之旅告一段落 記得CLS我們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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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